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会进口到台湾来协助这些 有可能即将稍微严重一点的重症的 或者是轻症的稍微给个药 就能够在家来做一个隔离的 我想现在国家正在朝这一块来做一个规划 所以疫情会不会影响到大阪很深 很多投资人说会啊 会啊 你看今天周老师 你没看到台北股是大跌吗 但是我想告诉你 如果真的状况非常严重 请问一下航空为什么可以涨 航空为什么可以涨 所以很多投资朋友说 因为他改了货机 他改了货机 那如果这样 那为什么还要在外面载人回来感染我们呢 对不对 境外的感染者很多啊 对不对 也不在少数啊 事情不是这样在看的 事情不是这样在看的 所以4月7号我已经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大盘的看法就是 突破之后这个下降轨道 突破之后的一个压回 那当然没有量的状况之下 这一周礼拜一呢 再往一次下杀 来做一个怎么样 来做一个取量嘛 所以很多投资朋友今天都很多都停损了 买错的一定停损 买对的哦 买对的哦 还不见得抱得住哦 那什么是买错的 投资朋友 你说陈芳老师 这个股票你都说是多头了 还会有叫买错的吗 比比皆是啊 投资朋友 我会再强调说 今天我坐在这里 我跟大家说什么 危险在哪里嘛 那你都没有避开危险 或许你会说 啊陈芳老师 你这个乌鸦嘴啦 我的股票就是你讲的这些 你为什么还是唱衰我的股票 各位我不是唱衰啊 我实事求是啊 对不对 我告诉你有危险要来的啊 那你不走或要留 都是你的决定 这是确定的 这是对的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只是讲要赚个价差 走一下 两三天走一下 吞一下 你就要来贪一下 5% 10% 甚至15% 那我告诉你 可能这些股票呢 都会让你失望啊 为什么 主力都走了嘛 主力都走了嘛 如果今天的盘 是真的是 如同陈芳老师说的 修正到最尾端 明天要反弹了 那你今天呢 没有停损的股票 弹上去 还是赔 那如果你今天已经停损了 你明天反弹了 哇 你会觉得说 陈芳老师 你干嘛叫我停损 问题是 他距离你的成本 已经多远了 已经多远了 你要让他这个股牌 再一直往下倒吗 你要让每一次的大跌 都让你的股票一直这样 弹上去 又再次破底 弹上去 又再次破底吗 所以我必须要告诉你怎么样 这些股票 你千万都不能摸 现在没有人在讲记忆体的吧 对不对 现在有人在讲记忆体吗 没有啦 都没有啦 对不对 从二月份 今年的二月份 哇 一波的上涨 滑邦电一波的上涨 谁还在讲记忆体 这个是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二月十八号的时候告诉你的 这是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二月大概 大概二月也是二月底的时候 就告诉你了 这些微缸 记忆体 包括滑邦电 你都不可以买 你都不可以买 包括这友达 还有每一次都告诉你的 金豪科 还有告诉你的什么 告诉你的2481的强帽 你都不可以买 为什么 因为他们好热门 因为他们的阻力都 屁股都抹油 脚底都抹油 全身都抹油了啦 早就都滚啦 滚去一边去了啦 只有投资人还在 带着他会 哇会突破前高 会突破前高 带着你一飞冲天 不可能的事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陈文老师一直告诉大家的 我们看一下 滑邦电好了 我们看一下记忆体 你看多长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次 有没有看到 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 我在这里已经跟你预告了 你再往上面 你五天之内没有往这个前高过 你都不用看了 今天来到最低 来到多少 最低来到27.9 破28块 我们看一下 威刚 今天灌了这一根 这么大一根 几% 不管了啦 6.27% 来到创新低了 79.2 现在还在讲威刚吗 有吗 没有 再来看 一直告诉大家 你不要再买什么金豪科 跌停 投资朋友 跌停 这是我告诉你的跌停 你如果在这里停损 在这里停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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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你哪一天停损 你今天这一根 大的跌停 这个黑K 你绝对躲得掉 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现在的台北股市 不是什么拉回找买点 拉回就套 拉回买就套 拉回买就套 很多投资就是这样子 你只要常常听见的股票 突然往上做攻击了 他就是准备要套 各位投资朋友的 你听得到什么MCU 一狗票的 一全部的 全部都是 2409的友达 也是你看 继续破底 你还要相信吗 你还要相信公司高层的吗 你还要相信开一个重大法说会 眼睛还会左右乱飘的吗 你要相信吗 不管是哪一家公司 你要相信吗 股价就眼睁睁的告诉大家了 友达没有占上24块 这里怎么低买高卖啊 我一再强调这里怎么低买高卖 不是没有 他明天会再谈吗 谁知道 谁知道 但是以这个今天又杀了一个又出量 我告诉你他要谈也是谈不远啊 走不远啊 每一个上涨都会遇到层层的卖压 这就是陈锋老师要告诉你的 你千万不要因为这档股票曾经很热门 拉了一个5% 拉了一个7%就兴奋了 这不行啊 这不行啊 反假 这不行啊 对不对 信手年来都是这些这种 类似像这样走势的一个股票 很危险啊 都没 都出量 都出量 每一次的拉高都出量 出量 出量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你下一次的上涨 你要克服掉这五次的一个 套牢卖压 谁要花钱 投资朋友 谁要花钱 谁要花钱 所以你现在怎么看未来 投资朋友 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不要再随便乱买股票了 你缺的是什么 你不缺钱啊 投资朋友 你现在把你所有的股票都卖掉 你还是有钱啊 那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你要买什么 你不能买什么 你要买什么 陈锋老师的价值就在这里 你缺的都不是钱 你缺的是想法 没有想法你没有做法 你偶别有人买啦 看桌子企业就有人在买啦 看哪里在飙 看哪里在喷 诶 陈锋老师 你有没有一档股票呢 能够涨四五四天四根的 砰砰砰砰砰上去的 有啦 那个成交量都很低啦 超低的啦 那个你会说你不知道在干嘛 你不敢买啦 那请问一下还没有 没有 那有没有相对呢 诶 走三步退个一步 或走四步退个两步 慢慢爬上去慢慢爬上去的 有没有 有 绝对有嘛 1700多档 没有1700多档都往下的吧 没有吧 没有吧 所以怎么选择 陈锋老师怎么选择 各位的你的眼光是如何 你挑分析师就是一个眼光嘛 你挑虎票更是一个眼光嘛 那你必须要眼光也对 选择也对嘛 你两者对了 你才有机会不会去买到像什么 即将要崩叠的嘛 即将要甩下去的嘛 所以你还会去买台办吗 你还会去买森达科吗 你去买看看就知道了 会吗 我现在随便念奶都是很热门的嘛 你还会去买华星科吗 你还会去买国具吗 所以你要买什么 买像这种的嘛 长龙行这种的嘛 一直讲嘛 你看今天的股 今天的股票 今天的长龙行 不管什么股票 盘中到恐慌哦 我怎么在4月11号 10点52分的时候 就告诉我的贵人朋友们 长龙行会顺势带上 人家外资卖压 前两个小时都卖光光了啦 我不是指长龙行 长龙行肯定是有调解的 我是说所有的外资持有的 都在找盘的两个小时呢 诶 该卖的都卖了 不会拖到最后5盘的时候呢 才来卖 不会啦 外资也很猴急啊 外资也很猴急啊 但是我告诉你 52分钟就告诉你 这么恐慌 各位遮起来 遮起来 你把它遮起来 你把它遮起来 杀到最恐慌 为什么敢抠出这样的一个抠去 这就是陈峰老师的价值嘛 这就是我的价值嘛 你看长龙行最后呢 快要收回到平盘了 收回到平盘了 那这样的一个 及时的一个定心丸 同志朋友 你接收到了吗 我们的会员朋友 你接收到了吗 所以陈峰老师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床嘛 看的是未来 看的是这个东西 看的是这个东西 看的是什么 疫苗的接种 现在疫苗接种会走 走走倒退路吗 今天还不是有个新闻吗 国军85%都已经接种第三剂了 国军耶 85% 都是没有 那你第三剂接种了没 赶快去接种哦 有接种 有保佑哦 避免传染别人嘛 也不要让别人传染给你嘛 所以为什么 接种率越高 航空股就有机会 不然大家都不用出游了 再一次三级吗 不可能嘛 可能性很低嘛 可能性很低嘛 大家都闷坏了嘛 现在大家缺的就是 去打第三剂的一个冲动嘛 一个气毒心嘛 那现在 诶 整个这样的一个轻症的感染 是不是能够让你 诶 稍微快一点 赶快去打嘛 赶快去打嘛 演唱会不要去了嘛 对不对 人太多的地方不要去了嘛 电影院 5月7号 阿滩哥的新片要上映了嘛 再等一下嘛 他一定会为大家呢 再顺言的嘛 对不对 他要票房利益最大化嘛 所以再等一下嘛 5月7号 30年的一个 再拍第二集的捍卫战事 所以投资朋友 你在这个地方 你现在如果不买股票 你什么时候买 我想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你什么时候买 你买了你不报 请问一下你会赚吗 不会嘛 底牌我都告诉你了 人家就是这样子嘛 30.5到31块嘛 底牌就在这里嘛 你不敢买 你缺的是什么 你缺信息 你没有信息 你没有看到剑红 你不敢买 看到呢 买进去呢 跌了你又怕 那买这些 4月1号买这些的 都是阿呆吗 1.3万张的外资 这不是假外资啊 中刚买的都是阿呆吗 中信金买的都是阿呆吗 你说对 陈福老师他们是阿呆 他们在余人节买 你错了 你错了 大错特错 所以为什么 一定要再告诉你说 你现阶段的买股票 你买对了之外 你还要经得起考验啊 如果你的爆股都经不起任何一点考验 任何一点风险的话 麻烦你看陈福老师的节目 麻烦你看看这些东西 你再看一次 再加深你的印象 所以大跌的时候 你不用再看其他的新闻了 全部都是负面的啦 没有一个会告诉你好的啦 只有陈福老师会告诉你 只有我会告诉你 所以这份礼物 如果你有收到 4月7号你有收到 4月8号你马上赚 空手也可以买哦 所以接下来 我们大盘是不是要靠长龙了 是不是要靠2603了 是哦 再不靠大的话 真的是头头头 那靠他需要到回多少才有机会 150 那高手能不能够在132座 可以 那你是高手吗 如果你不是 要不要150 站上了你再来看 那你停损了吗 你一定停损了 因为如果明天喷 那我就告诉你 你的停损就是在4月7号最恐慌的那天 今天可能呢 哎你还会再去买 还会再去买 他没有大幅度的洗刷 那这里就是他极限了 所以接下来大盘 除了靠长龙航 还需要靠海运 还需要靠海运 那至于海运突破哪个点 航空突破哪个点位 哎 这个状况就不一样了 如果你有这两档的 你一定要加入陈锋老师的TG 陈锋老师的台股战略家 我直接在线上就告诉你 盘中就告诉你 我就怕你赚不到 我就怕你赚不到 因为我们要抢他钱 因为我们要抢他的钱 所以像这些底部的潜力股 喷出了没 喷出了啊 那喷出会不会拉回 会嘛 周K冲高过后的拉回 很正常嘛 很多投资朋友都没办法接受 股票会跌的事实 那没有办法接受 我说我希望我的股票是 从来损益 可以像那种 哇一直喷上去的 有没有 还是有嘛 陈锋老师有没有买到 当然没有嘛 我没有嘛 因为我们的股票是怎么样 我而有了想法之后呢 买进去 就是要跟他怎么样 赚一个波段嘛 赚一个波段嘛 陈锋老师有在这里告诉大家说 我们这个跌我们就看坏 涨我们就看好嘛 没有嘛 所以很多投资朋友会给陈锋老师建议 陈锋老师这个已经破了十字线了 破了五十字线 我知道嘛 均线 陈锋老师的系统也有嘛 也有嘛 偶尔会叫出来看一下嘛 但陈锋老师的一个专长是什么 底牌技术 或者是怎么样 筹码阻力K 所以你看 过去从2月10号第一次 我们买进这个底部潜力股 你看多少次破了十字线 可是为什么还是能一路创高 人没走嘛 人有走吗 人没有走 没有走 我们就继续跟他怎么样 继续跟他来嘛 他会在这里就因为下沙子两三天就结束了吗 不会 投资朋友你不用过于什么 紧张心慌嘛 抓准的是一个什么 大方向 所以你看这是上引线啊 请问一下 有出货吗 对不对 要涨停的为什么陈锋老师不卖 因为我知道他会来25块嘛 那为什么下沙跌下来的还没有卖 因为我知道25块很快就来做一个突破了嘛 往26 27 30 31 35 有没有机会来到40 有没有机会来到40 多玩几次这种的 哇上冲下洗 多玩几次 最后事实成功爆增的时候 我再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跟他说 sayonara了 我们可以来跟他说再见了 谢谢了 让其他的人想要赚的 再继续往上买吧 再继续往上追吧 这是陈锋老师想要告诉大家的 陈锋老师想要告诉大家的 所以你现阶段呢 我想底部是香股 你把它做一个掌握 115%底部的喷出 有没有机会复制 复制50就好了好不好 时光背景不一样 50块50%可不可以 行不行 能不能 收到国家政策的护航的 今天已经来做什么样 攻击讯号了哦 冲出去拉回之后尾盘再继续往上 尻上来哦 这是怎么样上冲下洗准备要攻击的讯号 陈锋老师邀请你 如果你不接受罗亚行 决定让这次涨停 让你的信息呢更加足 让你的底细呢更加足 让陈锋老师再一次的来告诉你说 这样的一个底部期长股 或者是有国家政策加持的 你不满 就非常可惜 大强阻力的钱 让你我都能够看见未来 大跌不心慌 欲试绝不乱 我想这是台股战略家 陈锋老师的一个信念 也希望能够感染你 对于大盘整体后市呢 千万不要过度的看衰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下午同一时间 台股战略家 我们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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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现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